親密靠近車門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door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正常人類研究中心 有研究地鐵粒門事件 一些片 和一些圖片 跟大家研究一下 很明顯 港鐵是沒有一道門的 好了 市的起因是什麼呢 綜合報道 就是說 車在銅鑼灣站的時候 遇到廣告牌 廣告牌 有些金屬突出 撞到門 然後門就掉了 到底是勾掉門 撞掉門 還是什麼呢 要再研勾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個洞 但是會不會撞穿了玻璃 再勾掉門呢 還是到門掉落路 才爆玻璃呢 那就不清楚了 有網友 有網友引述這個 HKITalk.net Media 拍到照片 到選賣了廣告派 就是這樣的 廣告派 就懷疑這個廣告派 突出了一條鐵 出來 勾住門 或者撞到門 然後掉了 這個要再詳細研究一下 骨衣涉士列車 有很多種說法 但是 最後應該是證實了 是英國製造 然後 由澳洲 2011年 幾年 翻新了 好了 從中學到什麼教訓呢 就是 親密靠近車門 有最新的消息 再跟大家 研究一下 但是很奇怪 也很幸運 竟然沒有乘客受傷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熱近車門 小心點 再見